路中央的人孔蓋冒出阵阵白烟 红绿灯一闪一闪 担心地下关线 恐怕高温着火甚至引发爆炸 周边人扯扯退 工程人员打开人孔蓋 发现里头温度极高 撒水降温 周边民宅商家紧机断电 一共28户受影响 一旁的电线也在冒烟 一度引发恐慌 章话田中中州路及中正路口 先是人孔蓋冒烟 紧接着周边电力全断 原来是因为地底管线烈化 过热溶解 晚上8点多断电检修 直到凌晨2点半才终于复电 因为节眼烈化产生溶解 所以产生过热溶解 所以有冒烟的现象产生 第一时间人孔蓋狂冒烟 加上路灯闪烁 又停烟 当地居民惊慌失措 误以为要发生爆炸 惊魂一夜 记得陈正维 陈黄瑞 我彭心 彰化报导